泽伦斯基亲切握手 拜登日前赶在开战中年前 秘访基辅展现美国支持 但咦 拜登见到的是真正的泽伦斯基吗 往后一看 门后怎么还躲着第二个泽伦斯基 还有这一幕 拜登和泽伦斯基并肩上楼 后面立刻再出现第二个泽伦斯基 无论从脸型 发型 绕腮糊到身高体型 甚至连衣服几乎一模一样 而且拜登整趟基辅行都可以看到 这位和泽伦斯基超像的人 画面经由波兰媒体报导后 俄罗斯评论员和网友就猜测 他就是泽伦斯基的替身 报导指出 这个人是被刻意安排和泽伦斯基同场出现 达到以假乱真的效果 让杀手难以判断 并且解释 这也是为什么泽伦斯基敢前往前线的原因 因为现身的根本不是本尊 俄国官媒节目跟声称 其实外界看到的很多泽伦斯基画面 都是由这位替身演出 只有在室内严密保护下 泽伦斯基本尊才会现身 可以看到泽伦斯基过去前往1950 这位替身也在现场 两人侧脸猛一看还真的很像 乌克兰媒体也出面辟谣 这位替身其实是泽伦斯基的贴身侍卫 先前也跟着前往美国 而且因为外形和装扮和泽伦斯基高度相似 在乌克兰拥有高人气 消息一出后 还有外国网友搞笑表示 说不定前往基辅的拜登 根本也是替身 东正新闻国际中心综合报道